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您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陈宜君 那您关心欧洲工业霸主德国 在商场上跟中国打交道的方式 是越来越不一样了 可以看到德国商界大佬鲁斯·吴姆 就公开呼吁 欧洲企业在中国做生意 要清楚地划出红线 尤其是在中国常被指控的 强迫劳动、童工等人权议题上面 欧洲国家更是应该坚守这条底线 其实德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过去德国政坛也常常被贴上 比较亲中的标签 不过这次德国商界打破沉默 把矛头指向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甚至喊出新的游戏规则 这样的讯号是不是反映 在即将到来的德国大选之后 新政府对中国的立场 可能会出现180度的转变呢 带您继续深入探讨 德国联邦工会联会主席鲁斯·乌姆呼吁 企业在与中国打交道时 务必坚守人权领域里不可逾越的红线 由于中国身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过去工会一直避免直接抨击北京 直到2019年率先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后 开始就市场开放不对等以及人权问题等做出批评 2019年的3月的时候呢 欧盟把中国它定位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 但事实上呢 BTI它更早 它在2019年的年初的时候 它就已经先把中国定义成系统性的对手 所以它对中国的态度比较硬派一点 甚至呢走在德国政府跟欧盟的前面 2020年的12月2号吧 那个时间点呢 德国出了一个人权报告 那一份人权报告呢 大势地平中国在新疆还有香港 甚至包括在威胁台湾这边呢 都有恶化的情况 因此在这个背景之下 今年的3月 德国的政府 它就推出了一个供电法的草案 2023年开始 如果你超过3000个人的企业 违反人权以及环境标准的话 德国政府有权祭出很高额的处罚 然后这处罚金呢 可能高达到2%的年收入 2025年之后 甚至这个供电法 还会影响到3000人以下的企业 甚至呢 之后呢 还会包括到进阶的供应商 因此呢 如果你的供应商 包括进阶供应商 违反了人权 包括环保标准 未来 你可能会选择移出新疆 就在那个地方设厂 避免违反了供应法这个条款 根据国外近期所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在全球市场上 已对欧盟构成威胁 外媒更指出 德国不仅在传统强项 汽车及机械工业上 面临中国挑战 包括许多隐形冠军 也逐渐被超越 这几年呢 中国已经取代了法国 成为德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 德国呢 有很多异性的冠军 他们也面对了中国很大的挑战 这些隐形冠军们呢 其实慢慢的被中国超越 他们现在呢 也在想办法 未来呢 怎么面对中国的竞争 甚至刚好出炉了一个民调 58%的德国人民呢 认为说 经济虽然依赖中国 跟中国呢 有很深的经济关系 但是如果中国呢 不遵守规则 58%的民调的人支持呢 德国应该要做出强硬的手段 过去梅克尔为了不得罪中国 始终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 若是本月底的大选变天 外界预测 德国的立场将会有所转变 德国绿党呢 候选人他提出了 他说如果今天是绿党上去执政的话 绿党打算使用价值 人权以及气候变迁 作为三个对中国的政策 提高一些探税 现在社民党 他是居于领先的态度 对中国呢 在人权方面呢 是比较强硬的 因此如果九月中的大选 社民党能够上去的话 他今天呢 他也跟绿党在招手了 他说如果我上去的话呢 他想要找同事 比较偏左派立场的 绿党共同组阁 如果让这两个政党呢 合在一起的话呢 德国对中国的立场 应该是会改变的 学士分析 德国如何应应中国威胁 端看本月26号举行的国会大选 若即使由立场 较为左派的联合政府掌权 就可能转为采取较为强硬的手段 记者陈伟宗 黄信雅采访报导 过去中国曾经喊出 要超音感美这样的口号 事实上 现在感受到中国崛起威胁的 也包括工业大国德国 德国工业联合会总监就说 德国必须认清 中国是竞争对手 并对此采取明确的态度 那么在德国大选选出新政府之前 政商界该思考的 除了在中国跟美国之间选边站 恐怕也得重新盘算 未来应对中国的贸易策略 如果您对这个议题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 我们下次来会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提醒您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新闻议题 请不吝点赞订阅